一份證據說一份話 證據到哪裡 就公布到哪裡 台塘豬肉片驗出罕見瘦肉經 唐室食安處發布檢驗結果 讓事件延燒兩天 盧秀燕首度現身 同一包肉驗了二十二次數據 結果從零點零一PPM到零點零一八PPM 差別高達十幾倍 對此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表示 各方檢驗超過六十件檢體 都未檢出任何秀若經 間接點出實驗室疑點 對此 臺中市衛生局表示檢驗SOP首驗 如果陽性 將會進行二至三次復驗 參考其中誤差值與定量數字 檢體一檢驗十次數值 零點零一三PPM到零點零二三PPM 不等 採取零點零一八PPM 列入參考 檢體二檢驗九次 公告方法數值零點零零二PPM 檢體三檢驗三次 結果也是零點零零二PPM 衛福部也表態 如果兩次復驗結果都無顯示受弱金 不排除第一次檢驗有干擾因素 如果結果是陽性 則會去溯源樣本 在新聞 綜合報導